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做不到今天这波的 你的意思是 他背后还有黑手 从大华商行开业到今天 全群都打在我们的要害之处 程世林身边的那个杨布城 一定有问题 杨布城就是那个大华商行的掌柜 这个人非常了得 恐怕以后做事要小心点 他们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到最后 他们也没有在李掌柜的身上 得到任何东西 是啊 我也没想到 李掌柜为了不露出 常理的真正情况 最后 还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还真是条汉子 成世林 你给我站住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爸爸 他哪儿对不起你了 你说 你说啊 你爸爸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没关系 多少双眼睛都看见了 这几天 她一直跟刘明如在一起 你敢说我爸爸的死 跟你没关系吗 你打我 骂我 怎么羞辱我 我都忍了 世王对不起你 就当是我欠你 你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 你为什么要来送我爸爸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没良心的事情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谁啊 你以为我想让你爸爸死啊 我也想弄明白你爸爸究竟是怎么死的 对了 师父 我今天啊 上街的时候 碰到程老板了 他好像喝了很多的酒 可能心情不好吧 我想李掌柜的死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满主 有些事情 我们只能在一边看看 不能掺和进去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师父说的话 你能明白吗 师父 您放心吧 我不会跟程老板走得太近 我自有分寸 早点歇着吧 那师父 您也早点休息 这刘子豪不会是做贼心虚 这刘老板做生意 一向是很讲细语的 讲细语 他还讲细语 什么人 他肯定不敢来了 这肯定是个误会 各位好 各位好 刘老板 各位好 请坐 今天来的 都是老朋友了 都是因为 卧龙酒精厂引起的 酒精中毒事件 蒙受了损失 我刘子豪今天来 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卧龙酒精厂 愿意承担 所有中毒人员的医疗费 义工费 和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愿意用酒精作为赔偿的 我们厂将免费提供一个月 上好的 安全的实用酒精 愿意用金钱作为赔偿的 我们也将会把等量的酒精 折合成现钞 退还给大家 好吗 真是卧龙酒精厂的事故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理所应当的 不过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起恶意的酒精中毒事件 并不是我们卧龙酒精厂所为 我刘子豪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实处 揪出作恶的人 还我卧龙酒精厂一个清白 施林啊 别难过 我知道你心里头不舒服 老师 你说我那天 我那天就喝了三杯酒 我怎么就能醉成那样 我今天去了同样那个小酒馆 要了同样的酒 我喝了六杯 你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好 施林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不是 老师 施林啊 大丈夫做事不能够优柔寡断 刘子豪到卧龙酒精厂 被我们狠狠地这一打击 伤了元气 我们乘胜追击才对呀 怎么 还要跟刘子豪斗下去啊 怎么 你想放弃吗 施林啊 你可要记住啊 放弃就是前功尽弃 以刘子豪的能力 他卧龙酒精厂过不了一段时间 就会重整旗鼓的 到那个时候 你还是被他压在脚下 你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的 施林啊 你决定放弃 茂公酒精厂的祖业于不顾吗 施林啊 咱们不能养虎为患哪 我明白了 何队长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久等了 我也是刚到 好 慧子小姐 何队长 好 大华商行多谢何队长关照 好 哪里哪里 好 快请 何队长请 请 何队长请 请 何队长 我们大华商行非常诚心诚意地 想和军统局合作啊 您客气 好 杨先生 这些可都是进口货呀 国内很少能买到啊 来 杨先生 您这是 何队长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 请何队长 让弟兄们平日里多喝点茶 这也是我们程老板的一番心意啊 不会 就这么简单吧 何队长 真不愧是精英啊 实不瞒何队长说吧 我们想请何队长 有机会的话 把江战长请出来 我们也一起 好说 好说 杨老板 好好好 夫人 我们真的要走啊 去哪儿呢 反正我在他心里也没有任何位置 我走了 他正好可以去找张曼珠 你真的甘心吗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走吧 请 何队长 咱们这事就一言为定了 好 就看你的了 放心吧 好 杨老师 嗯 你说江战长会同意吗 没有拒绝 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嘛 士林啊 这路我已经给你铺平了 你得赏劲哪 在生意上 你得多下点功夫 还有我明白 你老岳父的死 对你打击很大 这件事情 我也很难过呀 中国人说 越是故乡明 在这样的夜晚 更是想念家乡的山 和充满生机的樱花 是啊 不知道这片土地 是否能成为我们的第二家乡呢 那就要看惠子小姐你 如何尽快掌握军统的人 越快越好地掌控他们 我们就能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实现我们帝国的理想 我一定尽力誓死效忠 可是 我还是不明白 像程世林这样唯离仕途的小人 我们掌控他能有多大的作用 目前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作为一个诱饵 去吸引更大的鱼 你是说江世伟 对 江世伟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我们只有利用他 才能够替我们消灭共产党和亲共分子 对 这样就不用我们多费力气了 慧子 中国人有句话说 叫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那您是怎么看沃龙酒精场的刘子豪呢 如果我们能掌控刘子豪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他有头脑 是个人才 他才是我们想要的人啊 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 这个刘子豪比程世林和江世伟 都难以驾驭 他可真是个聪明的中国人啊 在我看来 他不是亲共分子 就是共产党 因为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一种特质 我们希望他为天皇效报 那将是我们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要不然的话 他将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太医 不能够我们就在家里的情况下 你们信息一下 这个将是他的身体 你不知道 你是否应该加热 你好心理 没有心理 你也有心理 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需要 都怪我 没照顾好姨父 我对不起他 子昊哥 不能怪你 要怪 算了 别说了 子昊 你回去吧 嗯 你们早点休息 站长 这是大华商行的人 让你带过来的 是 他们也许能跟我们合作 这承世林 现在有这么大的能耐 站长 是大华商行的杨掌柜 杨掌柜 杨不成 没错 站长 我们在晚都城有势力 而大华商行呢 又可以通过他们的渠道 搞得军火 所以我想 您不妨和他们见一面 见见他们 是 你知不知道 就凭这个军火清单 我就可以判他们个杀头罪 到时候 连您也脱不了干系 是 站长 我 我真是一心为了您 为了军统战着行啊 好了 别再说了 这件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 以后呢 也别再提了 还有 我劝你离杨不成远一点 别到时候 弄得自己不可收拾 站长 别说了 你下去吧 是 快 快 快救我 不是我 士林 我走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 保重 他走了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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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队长 请 惠子小姐 何队长来了 何队长好 那你们谈 我就在门外 何队长请 惠子小姐 你可想死我了 何队长 这么晚叫我过来 不会只是因为想我吧 我先想你 然后咱们再谈正事 咱们还是说说正事吧 然后咱们换个地方再谈 好 那咱们就先谈正事 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这个是李红叶的验尸报告 除了从高空摔下来 造成多处骨折以外 检察还发现 他跳楼前遭受过毒打 你跟我说他是为了帮女婿 程世林才去投靠你们 可是这些愉生 又是从何而来啊 难不成是你惠子小姐 我的何队长 你看我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 把人伤成这样呢 你是没有这样的本事 可你身边那些大男人 都有这个本事啊 现在是没人知道 李红叶的死 跟你们冒功有关系 但事实上 没有不透风的强 一旦有人知道 对你冒功久经场 十分不利啊 既然这样 何队长 你就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 帮帮我不行吗 如果是我也就罢了 我是说什么也得帮你啊 可这份报告 不止我一个人看过 上上下下 可都是全看过了 何队长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慧子小姐 这么聪明的人 不应该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钱不多 对你们大华商行来说 连个皮毛都算不上 走 咱们换个地方再谈 夫人 小姐 咱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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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的 决定 何事 你这样的女婿 我们家不欢迎你 出去 妈 爸的事情 真的和我没有关系 若辉 你快跟妈解释解释啊 你还好意思求若辉 你有好好带过若辉吗 你有把他当成 你自己的老婆心疼过吗 算 我瞎了眼 让若辉啊 嫁给你这种男人 若辉 走 别理他 妈 若辉 你们别这样对我 爸的事情 我也很难过 我知道 以前都是我不好 是我做得不好 不过若辉你相信我 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对你了 若辉 你就相信我吧 妈 一个大男人 听见了 别来这一套 妈 我对着天发誓 我对着霸发誓 以后 我一定好好地对待若辉 再不会像以前那样 你们就相信我吧 走 若辉 别理这种人 走 若辉 我一定会归到你们原谅我为止的 走 今天早上在酒楼说的事 江战长怎么说呀 别提了 难道 还有你这样的人办不成的事啊 别担心 我答应过的事 一定会办成 你 辛苦了 不过 事成之后 你要怎么奖赏我呀 好 是林 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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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原谅我了 你先起来吧 你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 若辉 我知道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针对刘子豪的 而声音上不顺心的事 我也都发泄在你身上 不过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改的 你就跟我回去吧 若辉 你起来再说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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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求你了 别不理我好吗 程世霖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不能跟你回去 当初为了你 我透露九经公义 陷我爸于不义 在我爸的死 没有搞清楚之前 我是不能回去的 若辉 你快走吧 妈看见又要生气了 若辉 那好吧 我会等着你回来的 诺长 昨天晚上我见 ur 咱看过军统局的河队长了 她所说 李红爷的验尸 报告已经出来 报告里的情况 对我们很不利 何宇拿这个要挟 我们一笔不小的数目 答应他了吗 还没有 我来听客长的指示 这种为例是图的小人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客长 我们要不要做了他 不要 惠子 像何宇这样的人 除了用金钱以外 我们还要采取点别的办法 才能为我们所用呢 客长 您的意思 下含手 我明白了 你为卧龙场的事情找我 说吧 司令 昨天的事情 您都已经很清楚了 李党贵做人 一辈子规规矩矩 清清白白 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于公于私 我刘子昊一定要给他一个说法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军统局出了一份试检报告 我想请司令您 跟江战长说一下 把这个试检报告要回来 司令 拜托您了 对了我跟你们说 东家吩咐了 凡是我们卧龙酒精厂的酒精 带有茂公酒精厂标签的 全都得收回来 于师傅 去那个有什么用啊 东家说了 要知道问题在哪儿 就必须拿出这些问题酒精 我们不能任由别人 平白无故地栽赃咱们 没错 我们不能让茂公酒精厂 把这份脏水泡到我们身上 对 好 我们先走 好 刘管家 士林呢 一早没看见他呀 他昨天晚上就去惹回娘家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东家做事就是太柔和了 士林还是个性情中人嘛 杨先生 我想起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吧 杨先生 这卧龙酒精厂酒精出了问题 刘子豪虽然在那么多酒老板面前 认了这件事 但是以他的性格 他一定会揪着这件事不放 查个水落石出的 杨先生 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派人去 把问题酒精取回来 免得落入刘子豪手里 再出什么乱子 刘管家 你说的这事很对 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另外呢 要在刘子豪的人去之前 把酒精给我收回来 是 杨先生 好 好的 我明白了 报告 壁镇中和卧龙场的刘老板求见 壁镇中 快请他们进来 是 毕司令 毕司令 您来了 请坐 刘老板 江战长 请坐 刘老板 卧龙场不是 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做客 江战长 不瞒您说 我和毕司令今天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是啊 江战长 也算是公务吧 想跟你来讨个人情 毕司令 您太客气了 司令有什么事 您尽管说就是啊 没什么大事 想跟你讨一张 李洪业的尸检报告 这尸检报告 李司令 您也知道 这尸检报告 也算是机密文件 所以不能随便 江战长 真会开玩笑啊 李洪业死得不清不楚的 也属于地方的治安事件 我是地方保安的一方长官 跟你讨一份尸检报告 在我的保安团留个案底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那是自然 去 是 把李洪业的那份尸检报告拿来 给毕司令 站长 那份验尸报告 昨天晚上 被何队长给拿走了 去吧 是 江战长 看来 你对何队长 果然是很器重啊 这么随便 就把江战长 如此机密的文件 给取走了 江战长 你看这个尸检 毕司令 您看这样吧 等何队长回来之后 我让他亲自把他送到您府上去 不必了 子豪 你来拿一趟 司令 我看这是 是 告辞了 恕不远送 司令 司令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进去看看 走 从这边走 来 妈的 又晚了一步 走 下一家 是 你们两个 把这有问题的酒 还到后面去 稍等一下 秦老板 不好意思 我们是来收回 我们前两天的酒精 怎么 你们要把有问题的酒精 收回去 是啊 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 你想 我们卧龙厂出的酒精怎么样 您最清楚 再说我们东下的为人 您应该更清楚啊 这倒也是 秦老板 你可不能听信他们的话 这问题酒精是他们出的 他们要是收回去 改出来的结果能是真的吗 刘管家 我们的酒精 也是从你们的酒精厂 卖出去的 照你的意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是你们在中间动了手脚 陷害我们呢 胡说 刘管家 我们东下是个老师人 他不会这么说 但是我们不说 不代表前老板他们 不会这么险了 你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余队长 这酒精你们就送回去吧 要我说呀 肯定是程世林在害他 程世林 我听说 有问题的酒精 都是从大华商行里卖出来的 程世林既恨子豪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 这问题 怎么能这样呢 你还没办法 慢桌 我出去一下 你这是去哪儿啊 报告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你还没看明白吗 看明白什么 这回江世伟 是明显摆了何语一道 接着现在又有 中统的人牵扯进来 这个时日检报告 还能是真的吗 司令 那你看 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下午带着佳琪 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直到他们重新做一次 尸检报告为止 重新做尸检 我要叫杨副官看着他们 好 我明白 谢谢司令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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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管家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让一让 让一让啊 刘管家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让一让 人轨 我的然后 适让你尽力了 恒 我 你 要 你不过来 进来 镇长 您找我什么事 什么事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 您是说大华商行的人 又来找您谈合作了 何谕 我跟你说过 别耍那小聪明 我问 昨天晚上 你把那个李洪业的验尸报告 带到哪里去了 镇长 我带回家去了 镇长 我知道这不符合规矩 可我觉得这个李洪业的死 它不明不白的 所以我带回家 好好研究研究 你说的是实话 当然是实话了 但愿你说的是实话 还有 那个大华商行的杨掌柜 来路有些不明 我希望你给我摸清它的底细 明白了 镇长 去吧 好 好 请老板 喂 曼珠小姐 行了 王老板下次再说 好 你今天怎么有空 到我这儿来了 快请坐 不坐了 程老板 今天我冒昧登门拜访 是有件事情 想求求你 我们之间 还用得着求这个字吗 只要你开口 不要说一件 十件事情我都答应 那好 我请您高抬贵手 放过刘子豪 你说什么 我知道 子豪的酒精 决定没有问题 刘子豪的酒精有没有问题 那是他卧龙场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程老板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这酒精里面有没有掺东西 是谁掺的 咱们都心知肚明 满足小姐 你这话说的 我就听得不太明白了 总之 我大华商行所做的生意 都是干干净净的 程老板 就当我求您了行不行 我求您高抬贵手 放过刘子豪 只要您答应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满足小姐 现在不是你求不求我的问题 而是刘子豪的酒精 出了问题 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这么说 程老板是不肯帮这个忙了 我还是那句话 在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无能为力 程老板 你和子豪之间那些恩恩怨怨 咱们暂且不说 可是这件事情关系重大 还望你三思而行 今天曼珠多有得罪了 先告辞了 陪小姐来了 对 来了 陪小姐 刘老板 陪小姐怎么也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 还是何队长看到我心虚了 你看 陪小姐就爱说笑话 江队长 我是来拿李洪业试检报告的 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当然可以啊 何云 把那份试检报告给刘老板 好 刘老板 请坐 等一下 怎么了 陪小姐 我听说昨天晚上 何队长把试检报告带出了军统局 何队长只是把资料拿回去研究研究 试检报告应该是秘密文件吧 怎么能随便拿回家看看呢 再说了 一带出军统局 谁还能保证拿回来的还是原来那份的 江琪 江队长和何队长都不会干那种偷鸡摸口的事 就是 就是 江战长 你可不能护短呢 怎么会呢 我们军统局做事 向来公正 那好 不过我还听说 昨天晚上有人在茂工厂附近 看到了何队长 何队长 那么晚了 你去那干什么 何队 有这种事 报告 起来 站着 门口有人刺手 说他和李红叶的死有关 创起来去谁 是 何队 你去处理一下 好 刘老板 毕小姐 我去办事了 等查到结果以后 我马上通知你们 来 毕小姐 扎棋 刘老板 现在已经有人来自首了 看来李老板的这个案子 马上就会水落石出 其实这件事嘛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们也不要逼得太急 就见后佳音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 就耐心地等待你的回信 好好 他们太过分了 简直是太过分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 小姐 知道什么叫腐败了吗 这就叫做腐败 你这人 何诶 何语人 站长 今天那个人审得怎么样 哦 他已经全都招了 说是预谋绑架 本来是想和卧龙紧经厂 有点赎金的 谁知道那个李洪业拼死反抗 最后坠楼了 这个人之前也有案提的 哦 那他为什么来自首呢 哦 可能是心里害怕吧 哼 阵长 嗯 今天大华商行 又派人来了 您 真不跟他们见见 何语 我跟你说过的话 难道还想让我再重复一遍 哦 不用 不用 啊 你忙你的去吧 是 好